總統蔡英文29號南下中華客棟關懷紀錄 第一次來到中華嘉福中心合理館 關懷的嘉福立東 在台下正前也跟小孩勤喪互動面對面 說這個青年夢想定義題 總統蔡英文南下中華客棟關懷紀錄 第一次來到中華嘉福中心合理館關懷的嘉福里 跟嘉福台專心面對面說夢想 而且議會帶嘉福里提出的問題 大學都有還有身經障礙兒童 希望他這個關懷之旅 能夠等一下再跟我們嘉福孩子做一個座談的時候 能夠了解我們弱勢家庭 他們在一些就學跟升學上的一些困難 然後也能夠藉著國家的一個力量來改善我們 孩子這邊他們可能再推增 或什麼的一些屬於弱勢的一些方向去改善 總統蔡英文嚇離南下中華 大家特別關心 是不是因為國民黨的總統參選林韓國瑜 九月一合要來中華 所以總統全天先來中華走走 我們都知道政府中心等級 扶庸社會歴史這些孩子 給他們很大的鼓勵 在八月三才他們就要辦到這個總學金 我們總統特別提早來給他們關心 來給他們鼓勵 希望他們能夠 這個紛亂土獎越頭越好 成為社會的重要的動力 另外我們會報到喜樂保育院 喜樂保育院等級 對我們這些弱勢的孩子 付出非常多 因為說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 那麼他中主要辦活動 所以說我們總統特別提早來給他們鼓勵 來給他們贊助 也感謝這些企業給大家登記的方便 所以說這兩位行程都是關懷之律 既見副主委共調 這次總統的關懷紀錄 早就安排好了 就是要跟副中心 那就是保養他關懷六四的孩子 總統要管理開閘前 來免內核心 中華極競 勇敢六萬 多中華心目也豪無 何必彩虹不得 researcher 監獻